之后,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欺骗得了你。 二十八点用伤害别的手段来掩饰自己浅的人。 是可耻的。 二十九点默默的关怀与祝福别人。 那是一种无形的不失。 三十点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。 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,通常都会有错误的。 三十一点要了解一个人。 是